而曾经在英哥地区制造假车货要钱的这个蓝车哥被逮了 结果呢 他跟昨天我们新闻当中看到了在新北市好几间的加油站 硬加霸王油的三百哥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白色轿车开进加油站丢下一句加满 等结账时男子硬凹年轻店员听错只愿意付三百块 却赚了满满的汽油 这样的奥博新北市加油站早贴出公告要同意注意 还叫他三百哥 没有想到男子在新北市被抓包进跨县市 跑到桃园继续加霸王油 他就是含糊不清的 就让我们的同仁以为听到是加满 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同仁就跟他讲说实际加的金额 可是他只有跟同仁说 我说我只有加三百块而已 但是眼尖网友发现男子的恶行不止这桩 影片拍下白色轿车驾驶 林姓男子超车叫嚣涉嫌制造假车祸 被网友戏称蓝车哥 而三百哥公告上的车牌号码跟车款跟蓝车哥开的白色轿车车号8651完全一模一样 而男子也因为在桃园加霸王油被警方逮个阵着 那嫌犯是表示说他当时确实只有说三百元 是公普生误会他的意思 跟一名嫌犯利用这个手法 在新北市以及我们归滩地区 共有目前共有四件案件 警方连人带车带回警局 才24岁的林姓男子老家在新北市树林 自称做服务业 被警方逮捕加霸王油以诈欺罪移送法办 专业新闻台北桃园综合报道